就是我想跟你说的 就是我想表达的这些意思呢 就归了一句话 周周帮我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爱的方式要比爱本身重要 喂 悠悠知道 我知道 嗯 你应该懂我的心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应该懂我的心情吧 哦 了解 你没在你上去 了解 哦 知道 就是有时候你想表达的一件 影响表达的对对方的很好的好 你感动了自己 但你并没有感动别人 别人会觉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对 本来是一件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太简单了 对啊 不是 其实 就何必弄得那么复杂 是这样子 我其实只是给自己找个借口 因为当时不想吃 但后来又想吃了 看你们吃得那么香 所以就不成功了 所以有什么我不喜欢那种 就是有什么话含含续续的 我喜欢就直接说出来 你不想吃你就可以说你不想吃 你这会还不想吃 你不用说你吃饱了 我明明看着你的眼睛 你就是在撒谎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有多不舒服吗 对 我就是 哎 算了 好 我知道了 以后 就是看着对方明明知道他就在撒谎 就是这种感觉特别不舒服 其实他想要的是两个人 你做完饭之后两个人坐在一起 一起吃 共享 对 对 我就站在他后面一起吃 你站在我后面吃什么呢 他喜欢跟你头凑的头 就不能一起吃吗 就不能一起大家聊聊天吃 你非要钻在我后面干嘛呢 陪在你身边就好啊 做你背后的男人 你看看 他会聊天 这就是爱的方式 比爱本身更重要 对 你是爱 但是他想要 但是方式可能不适合 就是可能会有更好的方式 好 你觉得你想站到后面 你觉得是感动了你自己 但是我并不 我并不 没有 我并没有感动我自己 我会觉得不舒服 好 这不是感动 下次咱俩换个位置 我坐在对面 你站在后面 你站在后面 啊 为啥要猪猪叫我 你的意思就是要把我赶开呗 我就坐个位置 我惹谁了 所以我得把锅背到你头上 不是我喜欢的是玻璃 莱尔 悠悠在这儿 我觉得我们这挤在一个桌子上 一起聊天吃饭特别好 不是说你非要站在我身后什么 我们大家是一个集体 我我我也是站在那里啊 一直跟因为我 好 哦 因为那如果是个圆桌就好了 你之前 你之前就说 你之前你刚刚还在说 你看 如果你不饿的话 我问你 我说我给你盛一碗吧 你不饿就说你不饿 你不用说你吃过了 看到你人的眼睛 我明明就知道你没吃 然后你告诉我吃的时候 就撒谎那个眼神 会让我特别不舒服